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港股承接過去幾天的弱勢 都繼續要下跌 特別是午後,內地公佈經濟數據後 令港股跌幅擴大 差不多以接近全日最低位收市 全日下跌了145點 跌幅有0.67% 收報21756 成交多,有691億 我們看看恆生指數日線圖 本周一列口跌破四條平均線 即是10天、20天、50天和250天平均線 即是發出第一個轉淡的訊號 然後在星期三,再現一個列口下跌 即是進一步確認短線偏淡 肯定是轉淡了 即是這個時候應該要減遲 就應該要減遲 但是不是又要反手看淡呢? 又未住 為甚麼呢? 這就是帶到今天要跟大家說的題目 就是考驗中期上升軌 怎樣考驗中期上升軌呢?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中期走勢圖 首先,你會發現恆生指數中期上升軌 你會發現恆生指數中期上升軌 這個中期上升軌是去年6月至今的 現在的上升軌是在21,500區的 2月初的低位是21,200區 這兩個位置 如果跌穿第一個21,500區域 大家可以少住反手做淡 如果跌穿21,200 大家可以加碼做淡 這兩個就用來作為 大家是不是轉體淡的一個指標 但是,為甚麼我們可以轉體淡 或者為甚麼港股近日比較差呢? 最主要是因為內地有些經濟數據不好 內地經濟一直都是用三頭馬車拉動 分別是甚麼呢? 就是出口、固定資產投資和內需消費 出口方面,其實在早前已經公佈了 一至二月份內地出口按年下跌1.6% 就是出口不太好 固定資產投資方面 今天公佈的 一至二月份的固定資產投資 按年增長17.9% 你聽到的數字都不錯 但是這個數字是低於預期的 預期是有19.4% 更差的地方就是 它是比去年全年的19.6% 是回落了1.7%的 即是固定資產投資 都是增長放緩 第三樣就是 剛才說的內需消費 一至二月份的內地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是按年增長11.8% 你聽到增長也不錯 但是這個數字又是比預期差 預期有13.5% 更差的地方就是去年12月 其實是有13.6%的增長 一至二月份只有11.8%的增長 其實是倒退回落了1.8%的 好 即是說 三頭馬傘其實增長都是放緩 所以就是為何會造成了 港股近期被側低的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 包括是甚麼 例如烏克蘭克里米亞事件 星期日才會舉行公投 大家現在都怕一怕 特別是歐洲股市其實都比較弱 另外就是下個星期 聯儲局議息 估計都會收水 所以亦都會有些震盪 諸如此類 都會令到港股有機會會下市 中期上升軌 或者上升通道底部 現在未跌穿 為何未跌穿 其實因為還有一些儲光 剛才說到這麼淡 突然又說到有儲光 是的 世事常變 股市都是這樣的 你不可以一直看 不然很多東西就撞上牆 就死了 為何世事常變 你看看內地股市 剛才說到內地經濟這麼差 內地股市其實不是很差 上證指數 陽足今天升1% 其實過去兩三天 已經在低位回穩 深淨成分指數 三百兵 今天升1.4% 滬深三百指數 就是剛才兩個指數加起來 最大的三百隻股 升1.24% 好像是低位回穩三百兵的跡象 所以是危中 可能有機的 我覺得 未跌穿上升通道底之前 就不要做淡 只是想著不要爭辭 不要買貨 客觀望 因為內地股市有這樣的變化 好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